在4年後的今天,2018年的4月11號,我們發現不是只有方向你可以超越憲法,柯P也可以超越憲法,而且柯P超越憲法的程度更加誇張 他不但可以把在街頭上曾經抗議的民眾清除、拆除,他甚至可以用各式各樣他自己說的經口預言,他自己說的SOP,就架空集會遊行法,架空集會遊行的權利 遺憲安心 四治惡法 迫害街頭 過了幾天,104年4月27號,反核大遊行,後來也有人被用集會遊行法移送法辦,當事人也是洪崇燕,還有蔡廷貴教授,還有幾位反核的人士 四二期反核遊行,違反集會遊行法辦案件,後來法院又判決無罪,確定 移送的單位是誰?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到了隔年,104年的時候,韓國海底斯工人來台灣抗議 韓國工人李尚燕被逮捕,後來人權團體向法院申請提審,法院認定警方違法逮捕,逮捕的人是誰?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後來又對於抗議的團體,用社會資源無法去開罰,這個罰單也被法院撤銷,開罰的是誰?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當然今天柯P可以說,那是之前國民黨政府時代所做的事情 但是我們再看隔年,又過了幾年,去年底,勞基法修法的時候 很多的抗議群眾遭到警方逮捕,抓上警備車,丟包到很遠的地方 你發表民眾的抗議,警方怎麼會有權利去把人民強制丟上警備車,再帶到很遠的地方 去年過後,到了今年又一系列,剛才我們已經聽到了 有很多疾問遊行的限制,其實都是現在柯文哲市長所做的事情 一樣還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所做的決定 他認為長期的抗議影響到附近的住家以及商家 所以他要求設置城隍專區 以後要去立法院抗議的人,你只能在城隍專區之中抗議 你不可以在立法院城隍專區之外的地方抗議 這點其實荒謬的地方在於,集會有行法被規定 禁制區的範圍,甚至根本沒有包括立法院 那所以為什麼立法院還可以有一個範圍,居然可以被畫的 是連集會遊行法說都可以遊行的地方居然還不能遊行 他要求新公訴警察局要重新擬定入全審議規則 他這一點是要避免西門町 他認為長期有不同意見團體在那邊承抗這件事情 阻礙到西門町的遊客商家以及住戶 只是這一些都,剛剛所說的那四個原則 我們如果光是對照,集會遊行法 即便集會遊行法會有非常非常多的爭議 但我們光是連檢查集會遊行法都會發現 剛剛這四個原則,根本就依託集會遊行法授權 集會選確實授權的地方政府能夠在一定的程度之內 設定一些規定來接受申請 因為集會遊行法下屈可置 但是台北市政府在柯文哲受訪所 所有這些原則已經遠遠超過集會遊行法 要求可以授權地方政府所自訂規定的範圍 四年前,四年前我們已經針對集會遊行權受限的事情抗議過了 2008年我們也針對集會遊行權受限的事情抗議過了 集會遊行權屢屢的受到不同的執政長,不同的限制 但是直到現在,集會遊行法還沒有修法 我們在街頭上還要不斷面對各式各樣翻新的法規適用 各式各樣不當的法規適用 什麼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費力欺負清理法 這些跟言論自由有什麼關係,這些憑什麼可以拿來甚至言論自由 我們知道高等教育在台灣最核心我們期望的是要讓不同的意見 能夠在學術的殿堂裡面進行辯論,來追求真理 我們同時也知道,真正要能夠追求真理的殿堂 其實也不只在大專院校裡面 其實更多的應該是要展現在我們的公共場域 展現在我們的街頭,展現在我們的公共論壇裡面 如果今天任何一個執政者可以隨意的對於公開要表達意見的人民 予以用各種技術性的言論,什麼違建啊,什麼沒有入權啊 各種方式來進行刁難,最後的結果就是讓人民的意見沒有辦法充分的表達 讓社會的輿論只是呈現單向度的聲音 對於柯文哲市長提出的四原則,或者說他過去做的這些事件 我們比較嚴厲的譴責 民主進步黨他在2013年的時候 他自己針對集會有刑法修法的方向 他提出了一個構想,應該要廢除刑罰 應該要廢除許可制 應該廢除禁制區,跟廢除強制排除 白紙黑字寫在網路上面,現在查都還查得到 蔡英文總統還有發在她Facebook粉絲頁的網站上面 現在都還查得到 2013年的時候民主進步黨是這樣說的 蔡英文是這樣說的 那現在呢 2016年開始的集有法修法 民主進步黨怎麼修 保留禁制區,保留強制排除 甚至還想要擴大 快上 Corinth votes more than Charles 會不會正中間一點 這邊,請 高抵制員 National 高抵制員国 唯元 Modern 違憲安全 ить違憲安全 抵制員axолов 違憲安全 請 inex viral 先沿じ 沒什麼關係請 這種,沉浪比較好敏凡的心情 很多時間上呢,可能大家比較緊湊 我們以後會提供零貴的 然後立刻隨到隨便的方式 未來可能是透過網絡方式讓大家來申請 希望能夠順利讓大家在表達的時候 也能夠以後的規定 以上重要的謝謝 請問專員 我們現在這兩個帳篷是違建嗎 他們兩個是嗎 我們再認定一下 我們事實上有讓民眾做臨時性的展演的申請 所以有了另外一個叫台北市政府 那個臨時展演管理辦法裡面 第八條的規定裡面 就有讓大家可以有申請的一個標準跟處理的原則 那主要是因為這個臨時的這種 比較一般性帳篷的這種申請 是比較頻繁而且比較快速 那時間也都比較急促 所以我們在整個檢討會包括大型的跟小型的 所有都會做一次的檢討 現在刻在進行中 那對於這種帳篷的規定 意思是說大型跟小型要分開處理還是大型跟小型 一起處理 一起處理 一起把那個規定能夠做得更完善 所以他們要是用同一套規定 裡面有分成不同 在第六、第七、第八、第五這邊 因為現在就是有跟大小 小中大不一樣的大小 會有不一樣的申請的處理方式嗎 那所以現在這樣這一種的話就是 就是 這個是最檢驗的方式 這個最檢驗的方式 那需要每次申請中都需要 那個建築層 最檢驗的方式 因為主要是看你的設置在什麼位置上面 那不可對於你說的入權的升級的方式 那事後的檢驗的話 也能夠確認說沒有增加或沒有提少 專員你剛好把這個誤必要再帶回去 那請問一下時間大概是 我們收到回覆的時間 我們應該是在14天以內 14天以內 好 好 那謝謝專員 好 第一次原則 不管是出於政治的訴求 不管是要保護他們的家園 他們要在街頭上面澄清 要抗爭 要參與集會 遊行 這都不是他們願意的 沒有人喜歡在很熱的天氣 很冷的天氣 下大雨的天氣 在外面參風露宿 在外面集會遊行 他們只是要捍衛自己的權利 只有弱勢者 才會需要行使他們集會遊行的權利 才會想要花費自己的時間 在外面呼喊自己的訴求 人民集會遊行的真諦 的核心 就是政府要保障這些弱勢的民眾 他們集會遊行 訴求 提出自己訴求的權利 這個是政府的責任 也是政府的義務 評論 請你